近日,有八卦媒体拍到了纪灵晨骑着电动车,后座载着一个女生回家,女生搂着纪灵晨的腰,两人一路有说有笑,看上去十分甜蜜。 几天后,两人一起餐厅约会,期间女生还给纪灵晨拍照,最后两人一起散步回家。 疑似这是纪灵晨在与看亲子分手之后展开的新恋情。 12月7日,纪灵晨在社交平台上官宣恋爱,她晒出自己和女友在健身房的亲密合照,并配文,对,我女朋友。 网友见此纷纷留下祝福,以后一定要开开心心,一直幸福下去。 要幸福,据悉,2015年11月30日,纪灵晨与看亲子公布恋情,两人相差五岁的姐弟恋,引发全网关注与热议。 随后二人共同参加了《亲爱的客栈》等综艺节目获得许多观众的喜爱。 2018年,纪灵晨被曝出轨。 同年7月31日,纪灵晨与看亲子宣布分手。